我奉献 有佛报的同学 真正有智慧有佛报的 诚信不疑 每一天 把这个光铁 把这个永思纪 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 我说那是无量寿经的总结 那无量寿经所说的 无论是理无论是死 害羡活上在日常生活当中 全做到了 他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 我们跟他学习一点都不错 决定圆满成就 绝对不可以说活 疫情光铁看三遍 看一年 一年就一千遍 读书千遍 奇异自见 会开悟我 一天念一万圣佛后 两个小时 一年不间断 往生其乐世界 你就有把握了 最怕的是学多门 都学砸了 学乱了 你的精力 时间统统分散 那你要不喜欢这个法门 学别的法门 行 只要一门深入 没有一个不开悟 为什么 一些法门都通自信 那佛法的好就好在此地 那他讲一 是通义 不是专义 不是只有我这个法门能做 不是的 无量寿经常 三遍往生 第二十四 讲得很清楚 上中下三遍 是 静宗同学学的 后头还有一段 夜行三遍 那是学其他法门的 通通门这句 甚至于学其他宗教经典的 他能不能开悟 能不能明信见信 能 因为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 不在乎你学什么法门 任何法门都可以 只要你先转 转到什么程度 转到七心动念 没有了 分别职责 没有了 这就是法神大使 最大的障碍 我 有了我 就麻烦了 我 是一切 发障碍的 大根大本 所以佛教 头一个破神经 真正放下 无种见惑 神经边界 见去 见去 邪见 就真是他完工 要不要学教 不需要教 行啊 这样你可能放下了 放下就是啊 教是什么 教是把这个礼仪 说清楚 四说清楚 全地放下 啊 告诉你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神 也是虚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通通放下 啊 什么是真的 自性 就是本性 就是真性 在我们无量寿 经体上 就清净 平等 那是真性 那是真的 那你好好的放下 你看 放下 尽死活 陈阿罗 不是说 学这个法门 那个法门 那是方法 手段 啊 重要的关键 我们要找到 重要的方向 啊 我一生 感谢 张家大使 我第一天 见面 在清教 他老人就叫苦 看得破 放得下 啊 看不出了解 四十真相 方向 不可以置出 自信 自信是真 真有 啊 自信在哪里 变法界续空间 一切实 一切出 他都在 在净土里 称作 长级光 那是自信 啊 自信 不是物质 啊 非物质现象 非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所以叫空 啊 这个空 不能说物 他遇到语言 他能现象 啊 惠门大使 开物图报告 讲的话 前面讲 心体 啊 本性是清净 没有死后无人 这个清净 包括不齐心 不动力 齐心动力 任务了 啊 不齐心 不动力 完全是真心 啊 所以修行 修什么 你言在色尘里头 修如如不动 修不齐心 不动力 而在阴身里面 修不齐心 不动力 真修啊 那是叶佛臣呢 啊 如果有齐心动力 齐心难修啊 齐心我自己不知道啊 啊 可是分别执着 我们晓得 这个念初 啊 有齐心动力 不知道 别理他 我们先学什么 学不分别 不执着 这是菩萨 得大臣 如果还做不到 不分别 还是做不到 那学什么 学 不执着 不执着 是孝尘 是声闻 是缘求 那 见识 不执着 所想 不执着 能见 不执着 所见 这叫真用功啊 这真下功夫啊